這台車 我說這台車 它只要一生產一發表 你家裡車庫有機卡的 就再來一台嘛 是這樣嗎 所以這個生意 這好得不得了 這個一定賺翻了 是 我以為說 喜歡越野車的朋友 喜歡燃油車的本質 不喜歡電動車 其實我們先從外型看好了 這個EQG 它一定還是機卡的造型 所以你看這個 日行圓圓的 這個很電氣化的 我也想看到艾達說的遮起來 像Suzuki的鏡子 沒有 你家是機卡 人家還是機卡對不對 但是整體的造型 還是一個盒子一樣 車位很漂亮 這個是怎麼樣 這個後照鏡上面也有 對 也有這樣子的感覺 好酷喔 那我覺得可以 可以 對 造型通過過關了 完全過關 好 OK 我們接下來我們來看它越野的概念 我們想這個一般電動車 前面一個馬達 後面一個馬達 對 如果你想一想 我四個輪胎給你四個馬達怎麼樣 四個輪胎給四個馬達 對 你就不用 賓士一般來講 大概不是說這個機卡有三把鎖 前叉 中叉 後叉 對不對 如果你一個輪胎給你一個電動馬達 你就不需要插速器了 懂得意思嗎 我每一個輪胎 我只要有好的電腦控制 我四個輪胎 我都可以獨立的控制的時候 它的越野性能可以頂貼到哪個 什麼樣的程度 所以這個是一個非常具有想像力的 目前所有的越野車 都做不到的事情 你四個輪胎我單獨控制嘛 對不對 這樣越野能力可以好到什麼程度 所以我說它只要一上市 真的給你四個馬達 對應四個輪胎 我告訴你 真的 車庫有機卡的 你就再來一台就對了 越野狂整應該就會收藏了 當然你就買一台 在信義區逛也可以啦 無所謂 當然是對不對 對 那OK 這個就EQG 其實我個人是非常的期待 然後再來呢 這個就是Maybach Maybach最大的特色是什麼 雙色 的配色 我們上次都要另外選 對 那個選個雙色要七十幾萬台幣 對不對 賣一台國產品 對 還要花一個禮拜去塗 人工的 手工的 對不對 所以Maybach 它當然最強調的就是它的內裝 對不對 超級奢華 所以它這個是EQS 那當然動力什麼的 這個配升級在畫像 可是你看人家 這個呂軒 有沒有我們那天去看的那個Maybach 它也是這個 這樣子的圈有沒有 對 就是鑄造 然後又就像銀 像銀器的那種質感有沒有 還有它的這個直撲的水箱罩 這都是Maybach的專屬造型 的特色 然後當然是雙色的 然後這個後座當然就是 雙座的頭等艙座椅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 會出現這個也是意料中式 我們想這個Maybach 是不是要再來一台的純電的頂規 對不對 至尊車款 對對於神風買家來說的話 這些都不是難事 對啊 所以這個是這麼好賺的生意 他們一定做的 因為價值越貴的車 它利潤越高 除了我們看到在IAA車展上面 賓士帶來幾乎要量產的電動車之外 還有剛才看到兩款 已經要量產的車囉 然後我們看到的是它的對手 B&W它是玩什麼樣的把戲呢 它要帶車迷們穿越時空 應該到未來去了 2040年看到更遠的未來 2040其實以現在來看 真的是一個很遙不可及的數字 太遙遠了 但我自己覺得 其實以IAA的新車推出來講 賓士真的是在疫情時代 還可以推出超出以往的那種產品等級 它推出的車太耀眼 是太多重點車款 那相比之下呢 B&W在產品上 我覺得坦白說有一點黯淡 但是他們溝通的是一個趨勢 為什麼就是他們的電動車 其實我們知道慕尼黑 算是B&W的企業總部 現在德國企業總部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知名的四崗大樓 然後已經把整個燈光秀什麼的 已經完全的電氣化 就是它傳達象徵電氣化那個意義 燃油車什麼的 已經與我無關了 那種感覺 那它這一次推出的這種概念 我們講趨勢 其實就是以2040年拿來先探究一下 但我覺得其實B&W有一點點謙虛了 這些車這些科技 我覺得可能不用到那個年份都可以達到 不過以我們現在畫面上看到這一台呢 是這次的重點車 叫做iVision Circular 那iVision呢其實就是他們的電動新世代的一個代名詞 例如有點像是賓士的EQ系列 那iVision呢其實以電動化的著墨呢 其實你會看到車型的那種設計元素 其實差不多都是這個樣子 但是這台車很特別的是為什麼它可以標榜是一個2040的車 因為它已經達到了真正的環保節能的意識 首先整台車100%全部都是回收材質 全回收 對 不是環保材質喔 差很多喔 是回收材質 例如我們在i3上面 看到它的內裝 有非常多的回收材質 在呈現的質感上 其實非常的有趣 那這台車就是從內到外 包含它的板件 內裝的飾板啦 以及它的一些硬件的系統等等 全部都是可回收的材質 所以它的造價在現今這個時代來說 可能會很高 2040年作為量產車 可能會是一個很實際的 很實際的做法 那幾個比較大的重點來看 例如外觀 其實我覺得它的車頭的這個 我不知道該形容它是頭燈 還是水洋護照 還是都是 它戴一個墨鏡啊 你看不出來嗎 戴一個墨鏡 長長的墨鏡 大墨鏡 對 其實這個元素 我覺得有點像他們以前的一台跑車Z8 而且包含車尾 我覺得B&W這幾年在設計上 都把經典跟這種現代的突破性的元素 結合得還蠻好的 那為什麼大家現在看這個車的比例 覺得有點怪怪 因為其實它車廠蠻短 大概就四米 可是因為電動車 不需要跟你有車頭的空間 沒有引擎要擺放 所以它的整體車室的空間 從車頭一直到車屁股 全部都是運用很即時 例如在內裝上面 這個東西啊 大家畫面上看到這個亮晶晶的 閃來閃去的東西 其實就是中控螢幕 或者說儀表板 或者是多媒體系統 那我覺得很特別的地方是 它是一個 有點像是裸飾可觸碰全3D的那種概念 那我覺得我們現在沒有辦法理解這個 無法想像 你是可以摸得到那個螢幕嗎 它可以摸得到 它可以觸控 它可以聲控 它可以手勢 全部都可以 那其實因為它在這次設施戰營 也沒有明確的DEMO說 它可以做什麼事 所以可能就真的是一個 2040的一個概念 座椅很特別 你有沒有覺得很像那種 五星飯店Lobby的那種椅子 這樣看起來 他們其實推出了一個新的座椅材質的概念 那就是說把很多沙發的元素 真的是放進去 例如很厚的那種泡棉 絨毛那種概念 那其實是因為到這個時代 2040年想也知道 你自己要開車的時間比例變得很低了 多半時候可能都是自動駕駛 必要時候你再接掌一下 所以它還留方向盤給你 所以你其實就上車就 就是導演了 很像在家裡的客廳一樣 對 所以它就要營造一種 溫馨的沙發的這種感覺 那回到像剛剛講的 可回收的材質 新世代的車型打造的樣貌 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 可能會作為一台 例如像他們i3 A8在當年 這麼創時代 下一個世代電動車的代表 在動力的部分 沒有太多跟大家溝通的焦點 我覺得是B&W 在這一次可惜的地方 但是即便是概念車 讓我們先看一下 2040年這個品牌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還是很不錯 是的 我們看到在車展上面 其實雙B表現得都非常的精彩 那麼奧迪在做什麼呢 奧迪的時光機開到了 似乎是在雙B之間的這個時間軸 奧迪說在2025年 即將要推出一款 可以取代奧迪A8的車 變成了純電的概念車 是 這是一款奧迪的概念車 在這一次2021的IAA車展上面展出 這台概念車的名稱叫做Grand Sphere 那當然很特別的一點 它特別奧迪的設計中心 特別有出來講 就是說這一款車 未來將會是什麼 取代它現在的現行的旗艦車種 有的是奧迪A8的地位 這是一個非常特別 也就是說這樣子的一個科技 科技感的車輛會變成它奧迪品牌 裡面的旗艦車種 也就是說它整個品牌 都會往這個方向走 對吧 因為畢竟在頂規的車款上面 才能夠看到當家最高端的科技 其實我們其實從這個現行的 奧迪的一創系列來看 你就會發覺奧迪在電動車部分 它其實走得相當的快速 然後在半自動輔助架 甚至是自動輔助架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是根據FSA裡面 去做的一個定義 從Level 0到Level 5 是不同等級的一個半自動輔助架 當然到Level 5的部分是所謂完全的 無人駕駛的移動輔助 甚至它不需要方向盤 不需要油門煞車踏板 那當然以現在的奧迪 這次展出的Grain Speed來說 它已經達到了Level 4的一個 自動駕駛等級的概念 其實我跟羅哥在德國已經 試過奧迪很早之前 好幾年前我們就試過了這個 德國在德國的奧迪 他們試了奧迪的所謂的半自動輔助架 來 冠儀你看一個很大的重點 未來他是講2025年 它有80%的一個設計元素 都會被保留下來 因為以前我們常常說 哇 這個車跟當年的概念車 真的如出一側 哇 這個車跟當年的概念車 真的天差地遠 所以奧迪特別講 它有80%的設計元素 會被保留下來 首先我們來看未來的趨勢是什麼 冠儀你看 這麼大的一個旗艦房車 它採用對開門式的設計 而且中央沒有逼住 是 老師還是有逼住 老師還是有 它這台車沒有逼住 你可想而知 在安全性的部分上面 這個車體要有多麼強大的安全 或是特殊的材料來打造 可以造就出這樣子 龐大的旗艦車體 旗艦車種超大的車體 寬廣的車體 車室空間 能夠用對開門式的設計 對 能夠禁得起側撞 這一點我覺得是非常強悍的 而且以前奧迪這個A8 就有這個說側撞來的時候 車子的氣壓學會這樣 彈起來 保護成員的安全 所以想必它在這個 汽車材料學上面 有非常重大的一個突破 第二點 第二點 關於你看 這個是駕駛艙的陳列 你發覺它怎樣 沒有方向盤 對 不管左家右家都沒有 沒有油門煞車踏板 對不對 其實它是有的 但是它在執行 自動駕駛功能的時候 它的方向盤 跟油門踏板會縮回去 可以給乘客 擁有更大的空間 再來第二點 關於又要講 它這個前面 除了這個螢幕之外 它一樣有頭螢幕的設計 跟剛剛的ID Live是一樣 一樣有頭螢幕的設計 所以你從這兩款車上 你可以看到 未來車輛演變的一個趨勢 未來什麼樣的科技 會放在車子裡面 當然還有一個很大的重點 是我個人覺得比較失望 因為如果未來你的車子都可以 你不用自己開車了 你都仰賴車子來駕駛 所以你的所謂路面透過車輪 傳遞給駕駛人的直覺駕駛感受 沒有了 所以這個時候 愛操控 愛心很大 奧迪他也表示 從以往的這個所謂的操控 跟駕駛感受的設計裡面 改變成為以空間為主 以這個質感為主的設計裡面 所以當然 因為你都不需要自己開 你還要什麼操駕感受 你坐在裡面是看電影打電動 享受這個運動的過程 因為它是騎艦車 是的 所以這個是我個人覺得說 在未來的時代 大家都不用開車的狀況之下 個人感覺比較失望 所以鼓勵各位觀眾朋友們 在未來這樣的時代來臨之前 能有多少車開 趕快開多少車